郭文貴議員 我在外界裡面聽到很多的這個國人 甚至於在坐計程車的時候 聽到計程車司機也在講 他說鴻海集團在大陸用了八十萬個這個員工 在台灣才兩萬個員工 這兩萬個員工裡面 對台灣的這個幫助 並不是很大 台灣現在的事業率這麼高 他看到在大陸投資用了八十萬的這個大陸員工的這個鴻海集團 幾乎對鴻海的這個批評非常高 鴻海現在遇到的這個十二跳 或者是甚至於未來這種這種情況的這個惡事的這個情況 我想不是只有鴻海一家 在鴻海一外的這個台商目前在大陸所受到的這種淋淚 受到這種委屈 我們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因為鴻海它是一個單一事件 但是現在在大陸投資的這個台商裡面 他還面對的是一個大陸工資的這個調薪的問題 面對的一個大陸 對台商的一個管制的一個問題 所以台商在大陸裡面 現在要生存幾乎是非常的困難 我們在這地方倒不如呼籲我們的這個台商 呼籲我們的政府 儘快想出一個辦法出來 釋出我們的這個土地來租給我們 目前在台商的這一些朋友 用減免關稅的方式 鼓勵我們的台商回到台灣來投資 甚至連鴻海都可以把我們的這個基地 它的這個廠撤回撤出大陸 牽回台灣來 我們政府要有一番的這個作為這種決心 才能夠真正幫助台灣 減少台灣的這個事業 才能夠真正建立台商在大陸 回到台灣來以後 企業的精神才能夠台灣 讓台灣人受到肯定 所以我們在這地方呼籲 我們的政府一定提出 適當的這個政策 釋出我們的土地租給這個台商 只要回到台灣來投資的話 我們政府應該給他 關稅的這個減免 我們不希望看到我們台商裡面 在大陸再受到任何的這個委屈 因為他們快要在大陸快要活不下去了 我在這地方做以上的這個建議 這地方是真的